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欢迎财经新闻 我是林荣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头条消息 抗议黑箱服貌 学生史无前例的攻占立法院 让八个委员会统统无法开会 就连国发会主委管中明 也被呛声下台 红金报发射前内线交易案 19号股价一度重挫3% 发言人黄岛熊和罗姓营业员 遭到生压 严实经理陈总冤等人 则是招报 现在无价涨涨涨 但已经飙破42元 就连早餐店也hold不住了 纷纷要调涨5到10块钱 稍后都会有详细的新闻内容 我们先来看到台湾爆发国会 史上首次由学生占领一场的事件 由于不满国民党强行 将贸易协议送入院会存查 18号晚上9点多上百名的学生 冲破警方防线 进到了立院占领一场 期间警方多次驱离 爆发冲突 但是学生跟声援的民众 以及公民团体仍然继续霸占一场 而且集结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但是经过漫长的一夜 许多人都累坏了 在一场内洗底而睡 抗议的民众呼吁 总统马英九跟立法院长 应该出来面对 否则将会持续抗争到星期五 这个夜晚学生霸占国会殿堂 似乎是有备而来 食物水还有宵夜是不然的送进场内 学生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累了 就倒头揪睡 有人大方的坐在桌上聊天 无聊就弹起吉他唱唱歌 那更夸张的是 还有人啤酒摆一桌当场开喝 会赏理事一片凌乱 甚至还有学生割碗表达诉求 好 学生公正立法院也让 八个委员会通通无法开会 而没会可开的国发会主委管中民 走路回办公室 被眼尖的学生给认出来 大声叫嚣要管中民下台 让他是一脸尴尬 而财政部长张盛禾则是呼吁大家要冷静思考 排除意识形态 另外来关心电脑大炒红机爆发员工涉嫌内线交易案 汐止总部等14处在18号遭到搜索 检调发现发言人汪岛雄跟人事经理陈总渊等人 涉嫌在去年11月5号 第三季财报利空讯息发布前 出托持股1000张 规避股价亏损约400万 经过了征讯后6人交报 其中汪岛雄跟证券公司罗信营业员遭到收押禁件 而宏祭19号股价一开盘跌幅就超过3% 中场下跌1.9% 接着来关心物价问题 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6% 让不少知名小吃店碍于成本考量不得不寒涨 除了胡须张猪肉便当之外 台中知名的早餐烤肉吐司也跟着涨价 一份从35元变成了40元 涨幅是将近1成5 仍然有不少的顾客为了美味前来排队 好现在物价飙涨一波波 就连开车必须的维修保养费用也要跟着涨了 除了一般民间修车厂之外 日系车商本田开出原厂涨价的低枪 换机油保养平均要贵上1000元 双逼保时捷等进口车 因应欧元升值零件是涨更凶 部分零件涨价幅度将近一倍 幅度创下史上最大 业者被迫涨价反应成本 却也苦了消费者 虽然现代民生物价涨得多 但还是有杀低价的好康可以抢 像是大电视的价格越来越便宜 去年动辄3万起跳的50寸大电视 现在郭董代工的瑞轩 已经杀破19000块钱 另外大同也打出更低的18800促销价 其他品牌也陆续跟进降价 成功吸引不少买情 投资客风买道路用地 就是看好容积移转制度 赚高额差价 上代天目有人只用100多万 换来的获利是破千万 因为现行法规的漏洞 让投资客可向地主低价取得 道路用地再以高价给建商 一买一卖先呢 因为交易不透明 暴力破百亿 现在北市府率先开闸 要自己做庄 未来要买容积 只能向政府买 来看现在政府又在养蚊子馆了吗 台北市设置的永平中纪国宅 当时花了4亿才新建完成 要作为国宅都根的用户安置 但10年来一户也没入住 短期的出租率呢 又在三成以下 被痛批是蚊子国宅 台北内湖的教堂婚念场地 丽亭庄园 在上个月底宣布停止营运 主要原因是地主不愿意续约 而1200多瓶的教堂建物 将在4月法拍1亿8千多万 换算是1瓶14万 不过这将是第三轮法拍 罚人问津 房中业者提醒 因为建物所有权已经过期 得标号也可能是一场空 等于是法拍到地雷 国内地相向是旅行社凤凰旅游 爆发员工坚守自盗 还能分公司一名票务主管 利用职务之便 将1700多万的票款占为挤用 适合才向主管坦承 现在旅行社已经向警方报案 旅行社也向这名主管提出业务侵占告诉 不过凤凰股价不受影响 19号小跌0.3% 微软宣布今年4月8号 XP系统将正式走入历史 代表微软不再修补系统本身的漏洞 台湾400万的XP用户 可能出现资安问题 甚至美国联邦政府上百万台的电脑 也将来不及升级 面临骇客威胁 而且骇客只需要入侵一台电脑 就能透过网络控制所有连线电脑 一般人的智慧手机都存了大量的照片 对话记录和简讯 但就算手机设计 设定密码索 个人资料可能还是会外线 3C达人警告 不管是iOS或是Android 手机作业系统都有安全漏洞 最好随时更新作业软件 好 接受来看演艺圈的消息 由阿妹 林一连 纳英 蔡健雅发喜的公演唱会 既宣布蔡依林 杨乃文 陶晋莹担任嘉宾后 又再添一名猛将 那就是小S也将加入演出 和阿妹同台合唱 单的新闻重点来关心 微软传续将针对iPad 配置Office套装软体 也带动礼拜二的股价一度 飙上14年新高 全准知名的旅游指南 孤独星球 称赞台湾是美食先进 有哪些不能错过的美味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告诉我们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学生占领立法院后续效应持续扩大 立法院长王金平19号表示 对立法院遭到破坏的行为 感到非常遗憾 他还强调希望朝野党团赶紧坐下来 找出解决服貌争议的方法 希望让抗争和平理性落幕 至于学生要求马总统出面道歉 总统府则是低调回应 强调尊重国会自治 相信立法院会妥善处理 谁先占领立院 抗议服貌没有逐条审查 不过说到服貌内容 其实就连受影响最大的服务业 也是一知半解 有餐饮业者就说 政府的黑箱作业 让产业界害怕 不过还是有工商大佬力挺 像是工商协进会理事长 洛景明就认为 未来台湾终究是要 以加入TPP和RCEP为目标 不签恐怕会被边缘化 商总理事长赖正义也呼吁服貌 要尽速通过 不然怎么拼经济 接着来关心国际消息 欧洲经济复苏 希腊也终于和债权人达成协议 得到新一波的资金援助 新年协议中包括有5亿欧元的金援 要帮助穷人 只是5月的时候 希腊有93亿欧元的债务到期 经济重整的速度必须要加快 国际大厂微软和苹果 原本势不两利 不过现在可能情况有所改变了 微软17号才针对苹果电脑的使用者推出 OneNote软体 现在又传出 微软将会在27号宣布 针对iPad推出Office套装软体 一旦成真 微软年度获利 渴望增加15到30亿美金 也带动周二股价一度大涨5% 等于市值增加150亿美元 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 孤独星球 最新的文章报道说 台湾是美食先进 在传统跟新潮的对比之下 美食融合出一股新的境界 堪称媲美香港新加坡 航空业者竞争出新招 有航空公司和饭店业者合作 推出机上米其林料理 一年共推出四季 每季都有新的变化 不过这样的奢华品味 要价不菲 因此只开放给欧美航线 头等舱的旅客享用套餐 商务舱的旅客品尝主食 一般民众搭经济舱 则是完全享受不到 卡诺加农的传奇 是有史以来在加紫园 取得最好纯击的球队 但说到第一支 踏进加紫园的台湾球队 其实不是加农 而是一个来自花莲的球队 由纯台湾人组成 叫做能高团NOKO 就连台湾第一位旅外球员 也是出自这里 接下来我们带您到花莲 了解这段台湾人的光荣历史 接着来看这则专题报道 每年到了清明扫墓时节 总让人追思往生的亲人 但彰化这处那古塔的监视器 就拍到不明小白球 连叶子也找不出原因 后来有一名男子 托人来找阿嬷的古墓 十多年前就是埋在这里 但是至今没有找到 这两件事有关联吗 后来正公所开挖道路 竟然出现18个年代久远的古墓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带您关注 马航失联班机 现在泰国军方说 曾经在失联的当时 侦测导部的讯号 还有一会看到疑似马航飞机 一层飞火 另外319枪击案戒免十年 前副总统吕硕连跟陈志忠 重返现场游行 要求重启调查 先休息一下更多新闻内容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来关心 马航失东班机 现在有26个国家 在广达200多万平方海里的面积搜索 到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 海国军方说 曾经在客机失联的当时 在马六甲海峡侦测到不明的讯号 而马尔蒂夫德的居民则说 曾经在清晨看到一次马航飞机 低空飞过 还发出巨大的声响 而整体事件机长被调查出来 原来他是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安华的殷亲 安华坦诚 他跟机长有见过几次面 但他否认这个跟客机失联会有关系 外界揣测这个机长 会不会是因为政治动机而破坏飞机 但是安华痛批未审先判根本就是抹黑 我们将焦点转向去年5月发生的广大新鱼船枪击案 家属终于等到菲律宾司法部 正是以杀人罪起诉设案的八个海巡人员 那当中还有两个试图承报不实的枪弹报告 也被控告妨碍司法 红大姐19号回到小琉球向爸爸上乡 告诉爸爸这个迟来的阵营 一艘远洋大商船能够存在10万吨的大货柜 身为掌舵手的船长更是整艘船的核心人物 现年35岁的汪盛英是全台湾首位女船长 从三富翁出头现在月薪高达26万 但是他不仅要克服晕船 带领商船远洋航行时甚至还遇过海盗突袭 一起来看看 但你看到台湾人有了不起的发现 毕业于台大物理系的郭兆玲 他所设计的特殊侦测器 协助研究团队找到141年前宇宙大爆炸的证据 外界认为这是天文物理界的大发现 很有可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接下来关注学生团体反黑箱服貌 连艺人也声援力挺 格手张璇除了到场也在脸书po文 呼吁大家服貌必须逐条审查 不要放弃参与了解公民议题的权利与机会 而摇滚天团5月天 则是演唱会背景图 向歌迷温情喊话 只有自己能决定自己的DNA 学生冲进一场占领立法院 跟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保留总队中队长率领头人守在第一线 结果后来身体不舒服 紧急送到医院插管急救 太太听到消息是吓坏了 赶到医院守在病床旁陪着先生 小S老公徐亚军 因为涉嫌胖达人内线交易案 遭到限制出境 10号还在台北地院哭着说 每天活在恐惧之中 但有周刊报道 其实他生活过得很好 生活中不是品红酒 就是三天两头吃高档的日本料理 对此薛亚军回应说 是朋友要鼓励他才会找他吃饭 曾经洗剧全台的蛋挞风潮 最近又再度崛起 不过现在蛋挞工厂却爆出新营危机 而且跳票近5000万 有员工向媒体爆料 蛋挞工厂除了跳票 还寄欠员工薪水 甚至就连房租都付不出来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对此工厂 蛋挞工厂委托律师出面 澄清 表示去年12月就已经易主 而且根本没有外传的 千万跳票这么夸张 319枪击案届满10年 前副总统吕秀莲 跟陈水扁儿子陈志忠 和近千名绿营人士 重返319现场游行 要求马政府重启调查枪击案真相 余秀莲还拿联盛文枪击案做比较 说两起枪案都疑点重重 希望政府能赶快给大众一个交代 清明廉价又要到了高工局规划 4月4号到6号凌晨0点至清晨5点 将暂停收费 另外4月4号到5号上午7点到12点 会实施国武南下高存在 这个方案预计在20号定案 在台北市松山高中后头的小巷子 里头有家14年的水煎包老店 还有经营6年的饺子店 他们不约而同都坚持铜板架 不只受到学生青睐 甚至有校友毕业7年了 还是要回到老店回味一下 另外有上百年历史的中山女中 旁边有条铜板小吃街 满到煎起来的炒饭炒面 只要一枚50元铜板 每天热销200份以上 还有间中面专卖店 人气猪干粥 补气补血是学生妹的最爱 以上就是这节欢迎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